Rapso 水喔 大家好,我是13N 我想跟你講一下 台灣的山路 很好騎啊 我會這麼說是因為 很多人常常看到國外的影片 都覺得 國外山路漂亮,路平 天氣好 常常都很羨慕 我可以跟你說,其實 沒錯,美國的路是 比較大 游泳地方也是平的 可是山路其實平直 真的是不一定 像我現在走這條 如果你還沒有認出來 我現在人在台灣 如果我現在走這條北移 你會發現,這路況超好的啊 就差在天氣不是很好 飄雨 但是我想 如果天氣好的話 這樣騎,哇 難怪這麼多人跑來對面騎摩托車 尤其像台灣是海島 然後 南口密集 山路開發其實蠻多的 然後 當然我現在也是很輕鬆的在騎車啦 然後騎起來 感覺就非常舒服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騎的是 MSX125 然後 小檔車 然後懸吊 算是 變偏軟 我覺得蠻舒服的 其實 但是如果你要去衝的話 要殺 當然我覺得那應該要調整 不過呢 我會放在 試騎的影片裡面 跟大家講一下 糟糕,忘記問大家了 側處照相有在照 小檔車嗎?應該有吧 不然的話 重車應該是一起照吧 不管你是摩托車 塑膠車 或塑膠車 因為我們以前有聽過人說 塑膠車拍不到 我也不知道 這關起來了 今天天氣再好一點 那就更好了 我叫他過來 他也不讓我一下啊 當然 重點還是要選平日的時候 來跑 一樣啊 那我在國外騎車 我也會想要找 車掃的時候嘛 像平日啊 或是一大早 全家大小是鳥鳥的意思嗎 那現在要講重點 其實就是我覺得這邊的山路很好騎 好啦 那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這一集 我們家 ilk的人 謝謝大家 拍如果大家完成